全油管最快新闻,杭州亚运会官方宣布,中国游泳运动员张宇飞和谭海洋当选本届赛事的最有价值运动员。 张宇飞在本届亚运会中勇夺了6枚金牌,秦海洋则获得了5金1银。 早在出征仪式上,张宇飞就表达了对MVP称号的渴望,并表示要争取多枚金牌。 此次MVP的评选标准包括运动员的奖牌数量、记录突破、运动精神、影响力、自律精神和公平竞争精神等因素。 这次中国游泳队的出色表现再次展示出中国游泳实力的强大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